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网友们 推友们 大家好 这个关注我的推友们已经达到9万了 文贵在这录个视频向大家表示非常非常的感谢 此时此刻这个非常的激动 因为这个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也创造了推特世界里面的新的奇迹 我知道这是大家对我的这个关心和对我的期望 这个文贵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我一定会在反对以黑反贪 以警反贪 这个以贪反贪 然后反对这些盗国者推动中国的依法治国的路上要走下去 坚定的走下去 而且希望推友和网友们这个再次的这个更多的关注文贵 更多的支持文贵 然后呢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推动这个依法治国 文贵有很多问题有很多缺点 我希望你们指正和批评 但是我深信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特殊的时间和特殊的机遇下 我们有机会能做特别大的事情 最近几天来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在这里不能一一述说 由于各方面原因 但是未来你们会看到 我们现在获得了全世界的人们的关注 一切有正义的和关注 关心中国的 还有一些在历史上和中国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人 都在高度的关注了我们现在事态的发展 这既是我们的机会 也是我们的挑战 因为这更要使我们每一步要走好 我们的所有的提供的反贪的资料和报的料 都要扎实 都要有确凿的证据 因为最后来评判的人一定不是这些盗国者们 现在掌控的国家机器 也不是我们这推友们 而是十几亿的中国人民 还有这个全世界关心中国的正义的人士 更重要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最后我们要通过法律手段 让这些盗国者们真正的伏法 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推友们和网友们 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激动 不要超时过急 不要急于做吸眼球的事情 文贵提供的证据是真是假 时间会给你们答案 法律和司法机关会给答案 事实一定会遭险于天下 大家要一定有这个信心 而且文贵再次在这里要表明不反习主席 我认为习主席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大业当中 千年不遇的一个圣人 他是能帮我们实现这个理想的 我深信不疑 再一个我们不反政府 不反政府 不反中国 我们要做一个让人家尊敬的中国人 那我们就一定要客观公正 而且我们要守法 不能和那盗国者们一样 这个满嘴胡言 把假话当真话说 还让老百姓相信 还要当成理想 那么接下来 大家看到的这个所谓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无非这些盗国者们 就像操纵709事件 范雅事件 一珠宝事件 雷洋事件 徐明事件 李明事件一样 欲盖弥彰 用威胁黑社会手段 包括了这个所谓的我一个个人担保的一个 我们公司的一个这么一个 因为专案组查封没有履现的承诺 跑到跟他们半点关系没有的管辖地的美国来起诉我 同时他们也是海南航空的投资人 这些愚蠢的无知的 这种这种这个傲慢的这种做法 实际在帮我们 包括这一次的最关键这几天发生的事件 VOA的这个断播 还有外交部的这个陆康先生的这种发言 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红色通告 包括了这个对我们家人和员工的威胁 包括在这个24小时逮捕了我们的两个这个董事 方正的董事一个是马南女士 一个是徐昂扬 这些愚蠢的行动充分地证明了他们 根本没有法律概念 根本不会所谓的根据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指成对待我们每一个公民 而且这都是他们说威胁还有达到目的 即阻止别人对他们爆料的一些手段 这就像我以前说的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过去的几年 反贪反腐当中还有这个网络控制媒体控制 抓大V是为了国家为了意识形态绝对不是 就是这几个人来骗我们习主席制造了一个个的 耸人听闻的所谓的这样那样的丑闻会什么颠覆国家 以这样的理由这样的这个达到了他们控制他们丑闻出来的这个目的 同时他们收买了国际刑警组织让这个孟宏伟去当这个主席 就是要威胁所有在海外的这些华人们变成了红色通缉令 然后呢让你们这些人都害怕不爆他们的料 所有的一切这几年的国家行为都是被操作成服务他们过去的 丑闻的封锁同时他们偷国库的钱 他们根本不满足这个贪官送的几百万几千万几十亿了 他们直接从国库里拿钱 从我们这贫穷的老百姓炒歌的老百姓手里拿钱 因为你们把钱存给了银行就以为是安全了 而且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一张纸或几张纸 然后这个贷款把你的钱就拿走了 当然了大家很清楚姚依林已经过世那么多年了 姚家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有权力让哪个银行 这完全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情况下 贷给你几亿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那是不可能的 任何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的人那都是愚蠢至极的 那历史是要对你审判的 根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王岐山书记 他可以抓任何行的行长 他只要使一个眼事甚至让他秘书周亮出面吃个饭 那北京银行开发银行金融银行所有的丑闻 只要告诉他们你们贪污的事情在那查 要多少钱有多少钱因为给你钱的这些有史的行长 他们本身就是贪污腐败分子 当然他们的命抓在了王岐山书记的手里面 他想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 所以姚靖先生他跟在海航一年飞行几百个小时 飞行上百次这些年来从2006年都开始飞 一直飞到现在这从来没停止过 这不是王岐山书记在海南创下的这个利益关系吗 这是海航的股东啊 谁有这个权利呢 如果别人这么做早被抓起来一千次一万次了 这事实说明了这所有这个姚靖的这些利益 和所得到的尊重和荣誉和他花费的金钱 还有他所作所为全部依仗于王岐山书记 这是基本的事实 当然中国的共建法孟建柱书记 他也要依靠王岐山书记 他们是利益共同体 那傅振华还有孙力军副部长孙力军剧长 当然要依靠他们 是他们四个人左右了中国这几年来所有的政局 在过去这几年中国根本没有政府 只有这几个人在管理的这个国家 控制的这些国家 所有的中国的热点事件 所有网友们你关心的事件 哪个跟他没有关系呢?哪个是没有呢?大家好好想一想 所以我的爆料是真和假 大家不要在这讨论 因为真和假不是你们能决定的 也不是我能决定的 最后一定会有国家大审判 这一点不要怀疑 任何在这方面抱有幻想的人 那都是跟他们一样的疯狂 他们以为可以永远地控制权力 永远地控制媒体 永远地控制丑闻 再不行你跑出去 我有国际红阶组织可以抓你 再不行我可以杀你 这些都是吓唬胆小的 当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命和尊严 和为了我们起码的家人的安危 而去不顾一切的时候 这些事情根本不会成为我们的阻力 我希望所有的推友 我希望所有的网友们 你们一定要明白 文贵现在不需要你们给我私信里发 让我注意安全 给我这样那样的 我真的不需要 我需要你们是站起来行动 维护你的尊严 维护你的利益 你们的存款去哪儿了 你们的家人和你们的朋友受到了这个所有的威胁 你们怎么做的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我也再次真的非常的 恳请网友我每天 你看到我戴着眼镜不是近视镜 所以是为了因为防这个电脑的这个光 我每天都大概十个小时看电脑手机 我眼睛都受不了 希望大家呢不要在手机里和 给我私信里发这个 惯性文贵啊 注意啊 健康啊 然后你怎么样啊 把我的信息再转发给我 这真的是太不好了 因为我很真诚的面对每一位推友 每一位私信我都尽量的去回 所以呢 网友呢不要给我发这些信息 我觉得网友呢咱们大家应该集体行动 根据我提供的线索 大家给我提供更多的有关和这证据相关的信息 最近几天来我就特别的感动的是 有些网友给我发来了 他们掌握的海航在海外的银行啊 还有一些这个存款啊 还有他们在海外飞行当中住酒店啊 还有去外面吃饭的信息 这是很重要的 未来在开全球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再次的恳请所有的网友 我们要行动 这个不用关心文贵什么事情 大家一致行动去面对 我们的这些我揭发的盗国者 还有这些犯罪分子们的真相和证据吧 好不好 那么剩下的事情要说的很多 未来我会不同的时间会录下来视频 会给你们分享 同时也会在我的first book 和YouTube上会挂上去 希望大家我在那里可以看到有关的视频 我们的路还很长 文贵已经做好了一切一切的准备 我不会屈服的 像马剑副部长这个视频里提到了很多事情 我都会给一一给你们解答 从这个视频里面看到了 为什么我说他是影响了我一生 他是我尊敬的马副部长 永远是我的马副部长 我永远尊敬他 从他信息当中我看到了他的智慧 和他的人品 和他身上最有魅力的人格 他在这种被枪顶的情况下 还说出了这么重要的信息 文贵是爱国的 是给国家做过多次的贡献 立过一等功 是习总书记和孟建柱书记 要签罚给我的 是国家给我的 文贵没拿过国家一分钱 没干过一件违法的事情 但是他们现在全都不顾了 这就是中国人所担心的 爱国无好报 忠臣无好果呀 这我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我不是他们是臣 我就是一个爱国的人民 花了这么多钱 上了他们的当 结果他们这样的毁 我还把我全家都灭了 如果大家在这个事实当中 看不到这个本质 那真的是太可怜了我们大家都 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寻找 属于我们的真相 属于我们的尊严 我们是草根 我们是穷人出身 但我们不是猪 我们不是畜生 你想宰就宰 你想杀就杀 我们是人 我们需要找回人的 起码的尊严 大家不要着急 所有的事情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文贵会给你们一个 无法想象的未来 和无法想象的一个过去 五年来反贪的真相 我会给这个国家 会带着新的贡献 那就让大家找回到 属于自己的尊严 推动依法治国 让大家都活得安全 然后你们的钱 不被这些人都偷走 让你们家破人亡 咱们拭目以待 我用事实说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